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2月 Swift系统支付份额中 美元的支付占比升至41.1% 相比1月份上升了4.8% 排名第二的欧元略有下降 跌至36.43% 随后是英镑日元分别占比达到6.58% 2.98% 位居全球货币支付占比前4名 那么人民币呢 目前人民币排名第五位占比2.19% 有人说国际贸易中并不全部走Swift支付系统 现在跨境支付系统有很多 其中也包括咱们国家这几年发展迅速 在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同时俄罗斯也有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 因此Swift支付系统的数据 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世界 各国货币的实际支付情况只能做个参考 另外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参考因素有很多 支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其中还包括世界各国对美债等美元资产的态度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战略 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 约43%的峰值后持续回落 至2023年3月末这一数值已经下降至23.6% 更重要的是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土费中的战略 也从1999年的71%下降至2022年末的58% 这些才是实打实地去美元化的关键指标 现在的真实情况去美元化再加速 人民币国际化地位也在迅速飞进 俄罗斯清空了美债 中国和巴西调开美元 使用本地进行大规模贸易 甚至包括亲美元的印度 马来西亚也正在或者准备去美元化 这其中法国成为第一个签署 允许以人民币支付 而非美元或欧元贸易协议的欧洲国家 中国海油与法国道达尔能源于3月28日 完成一笔6.5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交易 让美国气得干瞪眼并不是这笔交易有多大 关键是的这是中国首单一 人民币结算的液化天然气采购 而且是与法国 那人民币真正的交易额是多少呢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 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APS 在2022年取得了何种成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央行已给我们揭晓了 业务数量扩大至440.04万比上涨31.68% 处理金额为96.7万亿元 增长21.48% 按249个交易日计算 中国CAPS系统 日均处理业务数量在1.77万比左右 日均处理金额略微超过3880亿元 参与机构提升至1366架 其中直接参与者共有79架 紧接参与者共有1287架 一提到CAPS系统 网友们就会想起由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 特别是想知道两者的规模差异有多大 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CAPS系统处理的人民币流量 Swift能否统计到呢 先看CAPS与Swift的规模差异 当前Swift仍未正式公布2022年处理的业务数量 我们只能先参考2021年的成绩了 日均处理业务数量高达4200万比 与上年相比实现了11.2%的提升 日均处理金额超过5万亿美元 日均处理业务数量一个是1.77万比 一个是4200万比 日均处理金额一个是略微超过3880亿元 人民币不到600亿美元 而Swift却超过了5万亿美元 从规模角度来看 Swift日均处理业务数量是 CAPS 230 零多倍 日均处理金额是CAPS 80多倍 Swift系统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拥有1.1万家参与机构处于绝对领先位置 Swift首席执行官 Kalbier 大嫂曾自豪地表示 Swift已构建了点到点的便利传输 通过Swift平台进行的支付中 有一半以上的交易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结算 2分左右可在一小时内完成 CAPS与Swift系统之间有何关联呢 Swift本质上只是信息传输系统并不具有结算功能 而CAPS系统既具备结算功能 又具备报文信息传输功能 而且主要是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面貌问世 和Swift并不完全雷同 在跨境结算功能层面CAPS系统本质上 与美国的纽约清算所 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APS更为相似 目前美国CAPS系统日均处理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均通过Swift报文传输系统 以通话系统为例 Swift就是那根电话线 它的工作就是传输电讯号 美国的CAPS系统好比是 电话机如果没有电话线也不能实现通话 只有和Swift对接后才形成真正的通话系统 CAPS同时具备电话机电话线的功能 自己就是一套完整的通话系统 此外与Swift技能处理人民币 美元 欧元 英镑 韩元等货币不同 CAPS系统只是单纯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APS人民币清算量 Swift能统计到吗 网络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 每个月Swift都会公布包括美元 欧元人民币在内的多种货币的国际支付比例 其中人民币市场被大幅低估 因为它无法统计CAPS系统中处理的人民币流量 炸酱面可以明确告诉您这种说法是错误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剧后 Swift系统有可能无法统计到 或者是不能完全统计到 但现在CAPS清算的跨境 人民币流量 Swift几乎都能统计到 这是因为在信息传输方面 境内部分的报文都是中国自建 并可与Swift报文转移 但境外部分却依然在使用Swift报文来传输 换言之 Swift与CIPS统计的跨境人民币清算量 大部分是重叠 俄乌冲突加剧后 中国跨境金融监管研究院曾针对Swift提出 部分俄罗斯金融机构一事发布一篇科普文章 里面明确提到 境内外机构通过 Swift的报文平台传送金融信息 CIPS根据收到的支付指令完成资金清算 中国进口企业若有对外支付人民币 无论该企业是否通过CIPS系统 不管该企业通过哪种路径 境外部分的报文都是用Swift来处理 两者统计的人民币结算了大部分是重叠的 CIPS明明有自己的报文为何还用Swift呢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成立支出的目的是 提高跨境清算效率 满足全球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 并逐步在全球搭建起一套人民币 计价和人民币账户的金融体系不是为了取代Swift 并且与Swift有着深入的 合作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 还与Swift一起成立了多机构参股的合资公司 名称是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目的就是满足境外报文传输的监管需求 该合资公司第一大股东是 Swift香港子公司占比55% 发金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CIPS系统运营公司占比只有5% 是第三大股东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占据的股份为34% 第二大股东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和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占据的股份比例都是3% 并列第四名 经过了多年发展和完善 Swift几乎对接了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 早已形成了稳固的用户群 并在全球跨境支付领域占据垄断地位 对我国的CIPS来说进入这个市场发展难度很大 在Swift处于垄断地位背景下 境外机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要接受人民币资产 有何理由让他们接受和使用CIPS系统 这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尖锐问题 当前CIPS系统采取的是借力策略 集中力量让全球各国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为了降低参与进来的门槛 不强制要求他们都使用CIPS几个报纹 海外参加行实际上都还是用Swift减少转换成本提高接入率 当前CIPS在借助Swift已经积累的全球网络资源来拓展用户 与Swift建立合资公司加强合作是为了 尽快开拓市场 请网友记住搭建自己的跨境清算系统 制作自己的报纹信息模块 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真正的难点痛点是如何让他们先辩解 和低成本的使用 到底有多少境外机构愿意尝试使用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境外参与机构 频繁使用CIPS系统 并感受到CIPS有更高的安全性 便捷性 美欧在Swift系统中 日益提升的政治干扰因素 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公信力下滑 CIPS充分满足全球各国地区用户的人民币业务需求 提高人民币跨境和离岸资金的清算 结算效率和安全性后 自建的报纹传输模块 才会在境外部分日益扩大 从理论上来说 绕开Swift系统并非难事 真正让大家感到闹心的 是在当前的国际现实环境下 在没有可能实施的严厉制裁压力下 大家自建的系统没有多少境外 机构愿意或者敢于参与进来